大家好我是紅茶喔 那今天呢是從漁友那邊抓來了一隻藍道釣 那他即將呢陸鋼成為我的新夥伴 那今天就來稍微講一下說 我陸鋼的時候會先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那這隻藍道釣呢 其實蠻大一隻的喔 將近12喔 看一下 喔12到13 12到13左右的大小 那首先的話呢 如果從一開始 從水管裡面進魚的時候 你在一開始的時候你必須呢 要先去做一個檢疫喔 但因為這隻是一隻蚊魚喔 他養了一年多了 那我會先略過這個檢疫的步驟 那首先 除了檢疫之外 第一步呢就是要先拿來放在這邊喔 對水跟對溫 那對溫的話我一般呢 因為一開始水 裡面的水跟外面 跟我魚缸裡面的水溫度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怕說直接讓 蘭道釣直接進入魚缸中的時候 那個溫差會過大喔 會造成魚暴斃 所以要先讓它先 兩邊的水要變成同樣的 所以一開始會先去對溫 那對溫的時間我會越久越好 但我一般是會先抓30分鐘 那對溫之後呢 會再去 對水喔 那要切記一個重點喔 對水對溫以外呢 不能讓袋子裡面的水 進入你的魚缸之中 不管對面對對方的水是多麼的乾淨喔 都千萬不要讓水管或者是任何的 其他魚有的水進入你的缸中喔 保持你魚缸裡面的清潔和穩定 OK好那先等待一下 好那現在喔 已經過了30分鐘了喔 那再來喔 是要去對水 那對水的話 一般的話我都會是先用這個 光學的比重劑喔 來測試看看就是 嗯 我當中的水 跟那個 魚的水喔 是不是差不多 比重是不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是差不多的話呢 就會 直接的把它放到隔離盒裡面 那如果呢 相差 比重相差太多的話喔 我就會去利用一個小風管喔 再慢慢的讓主缸的水 倒到那個 袋子裡面 但這之間呢需要去做打氣 然後大概持續大概30分鐘左右 OK好 好那話不多說喔 那就開始用這個涼涼看喔 那我量過了喔 兩邊的比重差不多都在1.024左右 所以我就不用再去做那個對水的動作了 但現在呢就是必須要讓它 從這一個地方 到鋼裡面喔 那首先非常一定要有一個地方要記住喔 是千萬不要讓 這裡面的水進到你的 魚缸裡面喔 尤其是水管裡面的水喔 它通常都會有一些 寄生 就是可能寄生種啊 或者是下藥之類的 都對你的魚缸裡面是不太安全的喔 好那我現在就開始進去了 好那現在的話就是要讓它進鋼裡面喔 好那現在的話就是要讓它進鋼裡面喔 好那有一部分喔 會進鋼裡面有些人會是在隔離一盒裡面 隔離一段時間喔 那我今天的話就 是不會這樣子喔 這塞有點太大 就直接放到裡面去喔 好那放到裡面去以後呢 也要迫切的就是 也要密切的注意一下說 它會不會跟其他的一些 道釣類啊 會做一些去 去打它 或者是怎麼樣的喔 如果有 像我裡面還有一隻花道釣喔 如果花道釣會去打它的時候 就要去即時的去做隔離 好那 那主要還是要注意啦 因為這一隻喔 我買的是比較大隻一點的 照理來說 道釣會攻擊一些 比它 體型小的 一些道釣的品種喔 那比它大一點的話 照理來說它不會攻擊喔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一隻 才6公分的 藍道釣喔 花道釣就一直追打它 後來我就趕快去拿去送給別人喔 那多釣也是比較膽小的一個物種喔 一開始就要讓它去做一些適應喔 像現在齁 藍道釣剛剛才進去 結果它就躲起來 然後另外一隻花道釣喔 就跑去找它了 然後就會 一直用那個尾巴齁 去刪它 所以現在的話 就不確定它們之間 會不會和平共處喔 現在的旁邊齁 就一些粉 粉層都被它 被那個 花道釣的尾巴齁 去掃起來了 再來就可能是 做我的密切的觀察齁 那如果齁 他們兩個會去打的話 就必須把一隻兇的 先拿去隔離起來 我可能如果 譬如像說 花道釣一直打 藍道釣的話 我就會去把花道釣隔離起來了 讓它喪失那個 臨地的感覺之後 之後再把它拉出來 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